你真的喝到快斷片的情況下 雖然說思緒會比較衝動一點 可是照理來說 你的那個應該是沒有辦法沖血的 你知道嗎 所以酒後亂性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還可以沖血的狀態 那表示你應該算是蠻清醒的 你是有思緒的 你還知道你自己在幹嘛 阿姐不喜歡太被動的 阿姐喜歡比較純情一點的 記住了 我今天也會變成我的理想型單 哈囉大家好 我是瓶瓶泡泡 謝謝安姐 今天是我們頻道的全新系列 那怎麼會開始做這個系列 是因為自從我出了那一集 我們在一番地老聊我們的職場經驗 之後開始就有人會過來問說 欸你怎麼會做過那麼多動工作啊 我們做的種類還蠻多的 然後尤其又是我們 因為我們讀四大研究所嘛 然後讀完之後我們又直接跨到自媒體來 所以呢會收到蠻多 欸對於工作有沒有什麼建議啊 他畢竟也是從高二就開始工作了嘛 所以我就想說 欸我們就直接來做一個系列 評評理就是來幫大家 傳到秀業結婚 欸沒有到那麼偉大 分享一些我們的就是工作上的經驗啊 然後一些想法啊這樣子 但是呢不知道為什麼 問感情的人也很多耶 我跟阿傑談戀愛次數 總共加起來不超過兩次 怎麼會問我們感情的問題 因為就是你們的觀眾男生居多嘛 對 所以大家可能會想要透過你們去多了解一下 女生們在想什麼 哦 這樣問我們準沒錯 我們都會講出見確的解答 有有有啊 我還好因為我有點臭直男 大概在上禮拜的時候 然後有在我的現實動態發問題集 來讓大家提問 然後呢我的助理整理問題出來給我們 讓我們來分享一下我們的想法給大家 這就是評評理系列的由來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來宣誓一下 這個評評理系列以上成屬 我跟阿傑個人的觀點不代表任何立場 如果有不同論點的話 歡迎大家出來理性討論一下 那就請助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一起評評理囉 好 欸我想先問一下 這次是感情居多還是工作居多 今天的話都是感情居多 這是恰的 第一題 另外一半的家長說要好好讀書 所以要他們分手 請問這樣子合理嗎 1 2 3 合理 我覺得要看年齡 就是因為我覺得在高中以前的話 畢竟我們大家不管男生女生 都是要靠爸媽吃飯的 所以如果在高中以前的話 感覺應該比較合理一點 不過小國中是會遇到這種狀況的 家教老師經驗台 女生到高中以前講的話 我覺得都算是滿合理的 因為畢竟女生其實真的會比較 普遍啊 比較聽話一點 但是其實男生到高中的時候就已經 我覺得就已經應該沒有那麼 聽爸媽的話了 所以如果你的對象是男生 然後在高中或大學研究所出社會 講這句話的話 我覺得可信度就會比較低一點了 要為自己負責啊 如果功課問題的話 其實應該可以提出來 然後兩個人一起好好解決 就看什麼一個禮拜一起去看幾次書啊 先想解決辦法才對啊 哦 阿傑是比較務實的 如果你讀書讀不好 是我的問題嗎 所以呢 我個人是覺得 你就讀個第一名 讓對方的家長看看 你的對象考了第一名 那是不是你小孩的問題 好 下一題 第二題 最近跟原本的朋友圈越來越疏離 但想要繼續維持朋友關係 所以繼續硬著頭皮聚在一起 這樣子合理嗎 1 2 3 合理 我覺得當這個人說出硬著頭皮的時候 我覺得他自己應該就已經有答案了啦 畢竟你每一個人都是從自我出發的 誰會想要做一些就是 會很勉強自己的事情 除非你們離畢業 或者是你們離分離 只剩下一個禮 那的確是可以硬著頭皮一下 那如果還有什麼兩年三年 這真的很痛苦耶 像我跟阿傑啦 我們是比較重親情 那友情的話 我們覺得朋友不用多 有真心的就好了 我們是非常信奉 合則來不合則善的 對朋友 我們對朋友的話就比較像是 如果真的不合的話 我們可能會先理解一下 就是為什麼會發生不合的點 那但是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個性上不合之類的 那就算了 那就拜拜 但如果是有什麼誤會的話 是可以就是澄清一下 然後互相擁抱一下這樣子 但是 如果你都已經感覺到就是 一群人跟你疏遠的話 沒關係 去找其他朋友 對我跟阿傑就是會比較偏向 真的不合 直接散 去找其他人 你也不是說一個人就活不下去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那真的是散了 不要跟自己過去 第三題 因為對方的身材跟長相 所以不答應交往 這樣合理嗎 一二三 可以 以常理來說的話 我們用友善的眼光來看的話 是有點過分 但是呢 如果以現實層面來講的話 對我其實我也是覺得偏正常 因為我覺得 畢竟是另一半 不是朋友 我覺得朋友可以逛街 但是 我覺得另一半的話 畢竟他是有可能 要跟你走很長一段時間 也甚至 可能會跟你走一輩子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在 自己心目中對自己的另一半有 基本上的要求或標準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所以說呢如果你真的就是自己心目中有一個 長相大概怎麼樣是你喜歡的 身材怎麼樣是你喜歡的 然後你從這方面去找 我個人是覺得沒什麼問題啊 如果因為身材或者是長相 被拒絕的人 其實也是不用太難過 因為 外表跟身材是非常非常非常主觀的事情 就像我 跟阿姊 阿姊已經長那麼可愛了 但是呢 我們做YouTube之後 還是會有人說阿姊長得很醜 也會有很多人說我長得很醜 對 所以我覺得 外表這種東西是超級主觀的 身材也是 我自從就是開始做30天運動計畫之後 有些人說 拜託你不要再撿了 你這樣子超級好 然後也有人說 你現在這樣子是剛剛好的喔 還不錯 維持就好 也有人說 龍女 龍女變三角龍 哈哈哈 龍女龍 健身是變三角龍 哈哈哈 對 所以就是身材 跟外表這個 真的是太主觀了 所以說如果 你是因為什麼外表跟身材被拒絕了 那完全沒關係 在這個世界上呢 一定會有另外一批人是欣賞你的外表跟你的身材的 而且我覺得啊 如果對方說 因為外表不是你的菜 然後所以不想要交往的話 代表他還不夠喜歡你的內心 因為我真的覺得如果你的內在足夠吸引他的話 他是不會在意你的外表的 甚至連外表都可能變成加分的項目 哦 就是 冰不高峰的愛 有內 不是 只是有內而外的愛 哦 但這個也是就是比較偏向 他對自己喜歡的人的外表比較沒有一定的標準 有些人就是我一定要 身材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有一點胸肌我才喜歡 或者是我一定要有一點圓圓的肚子我才喜歡 他的腹部一定要稍微突一點這樣才好躺 有些人就一定要這樣啊 那繼續改變就好啦 誰改變 比對他改變嗎 沒有啦就是如果對方很喜歡你的話 他其實可以努力一下 然後呢看對方有沒有就是因此就 哦 覺得你這樣子好努力喔 被感動到了 哦 這樣子的愛情也還不錯啊 阿姐是會為了愛情去做一點改變的 我嗎 對啊 我不會啊 那你該講什麼 反正我個人是覺得啦 就是在交往前把一切都講清楚 我覺得這個是OK的 真的是不要說交往了之後還在覺得 啊怎麼辦就是好像這邊還是沒有打擾我的標準 啊我覺得不行 有疙瘩 對騎驢找馬 這種就超級不OK的 沒錯就是這樣 再來第四題 哦就有點嚴重 有觀眾問他的朋友在酒局裡面被非禮了 嗯? 但那個人說他斷片了完全沒有任何印象 請問這樣合理嗎? 嗯? 一 二 三 不害你 這超級糟糕的耶 這OK的 這超級不OK的耶 因為我們畢竟也不是男生 就是我看醫學的那些根據是 如果你真的喝到快斷片的情況下 雖然說思緒會比較衝動一點 可是照理來說你的那個應該是沒有辦法沖血的 你知道嗎? 所以酒後亂性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還可以沖血的狀態 那表示你應該算是蠻清醒的 你是有思緒的 你還知道你自己在幹嘛 對就是比較衝動一點 因為喝酒之後就是會把你那個 就是你生理某一個緊急煞車拔掉嘛 然後你就會有點殺不住 反正就是酒後土真言嘛 所以就是酒後你想幹什麼 基本上就是 其實是你想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真的做出來 然後還說自己斷片了不記得了 那我覺得不太可能 就是因為畢竟 如果你真的喝到斷片不記得的話 照理來說你也應該是沒有辦法 真的做出什麼 可以非禮人家的事情的 當然我們說非禮是到最後一步啦 如果是什麼就是摸屁股什麼的 那就表示他平常早就想對你這樣做了 所以說酒後斷片 我覺得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酒後斷片了 你還可以非禮人家 然後呢再說 我不記得 那我覺得這個可信度就超級低的 小心啊 Be careful 男生女生都要小心啊 這適到男生要小心 對 當你發現別人喝一碗酒了 然後就開始上下起手 這樣 的時候呢 你就準備要跑了 那我們到最後議題了 我應該會蠻多人想知道的 請問 跟母胎單身交往就是比較雷 這樣子合理嗎 1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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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那種 我不需要男生為我付出什麼東西 就比如說什麼 帶我去環遊世界啊 我帶你走 我去過美國 我帶你去或者是 就他比較有經驗之類的 就是我是不需要的 我比較喜歡那種就是 我跟男生一起去經歷各種的第一次 純愛的感覺 對 當然也不是說有什麼觸男情節 也是沒有到那麼誇張 只是我覺得 母胎單身我OK 因為像那種就是 兩個人一起攜手 然後一起成長 一起經過很多第一次 我個人是覺得 我還蠻喜歡那種感覺的 我當然也知道有些 可能會覺得說 你跟一個母胎單身的人在一起 有點像是 在幫別人養老婆或養老公 就是 你把他 銷毀了之後呢 他會跟別人跑了 就是也是蠻多這種說法的 但是我個人是比較貴在相處啦 就是結果怎麼樣 我比較不會那麼的在意 我是覺得 相處的過程中又快樂 然後互相不虧欠 兩個人都是全心全意的 把握的當下 對對方好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最重要的 我的話呢 是 因為我比起就是 情場高手 我比較喜歡 神奇一點 喔 阿姬這樣說了 大家記住 大家記住 那你們會擔心母胎單身太被動嗎 喔 母胎單身被動 是還蠻常見的 就是因為會比較 不知道該怎麼樣 對對對 我個人其實是不建議主動喔 我是不建議主動的 對我的話呢 我也偏偏被動一點 對阿姬也是比較被動一點 所以阿姬可能 我喜歡阿萍對我主動 不對阿妳剛一下又說 那個 妳比起情場高手 妳比較喜歡母胎單身 她可以純情地進攻啊 各位知道了嗎 今天有幾個重點了 阿姬不喜歡太被動的 阿姬喜歡比較純情一點的 記住了 我變成我的理想型單 對 今天自己才變成阿姬理想型 因為畢竟之前我都沒有講過 就是妳的理想型 好像只有我回答過這個問題 然後妳都沒有回答過 所以呢我們今天評評語是 阿姬理想型大公開 呵呵呵 那我們今天 五個問題 就到這邊結束 那希望我跟阿姬的 觀點或經歷 這個分享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評評理也會 持續的更新下去 歡迎大家多多 向我們提問 因為呢 畢竟我也知道我的頻道 比較多男生嘛 那如果男生 有想要了解一些女生的 一些什麼小知識啊 之類的 然後或是 工作也可以 我跟你講工作也可以問 好的 希望各位喜歡今天的 評評禮 那我們下集再見 我是評評寶寶 謝謝阿姊 掰掰 掰掰